旅日肾防高传播立马疹!出现这三症状当心! 日本因临近台湾,文化及饮食习惯较为相近,因此是国人出国首选的国家之一。 但从今年,2019,初开始,日本感染麻疹人数便快速上升,截至2月24日止,日本感染麻疹人数已高达258例,为2009年以来同期最高。 其中又以台湾人时常造访的大阪府感染人数最多,有94例。 其实台湾本身并非没有麻疹的病患,近十年来每年都有国内感染麻疹的病人,其中在2009年为39人,2011年为29人,2015为24人。 这三年人数,这三年人数较多,其余年分感染人数均为个位数。 但光2019年的前两个月,日本的感染麻疹人数就超越了过去十年台湾感染麻疹的总人数,此疫情似乎也蔓延到了台湾。 卫福部统计今年至今已经有肝巴黎麻疹病例,近五年同期最高,因此造成许多人的恐慌。 麻疹到底是感染了什么病原造成的? 为什么大家这么害怕?感染了麻疹会有什么症状? 有药物可以治疗麻疹吗? 要如何预防麻疹? 就让我一一为各位说明吧。 麻疹是什么病原造成的? 为什么大家这么害怕?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,Visivirus,所造成的,会经由空气、飞沫,或病人口鼻分泌物,或眼喉分泌物接触传染。 麻疹会让大家这么害怕的原因,是因为它会经由空气传染以及它的超强传播力。 因为麻疹病毒颗粒相当小,就算病人没有咳嗽,单纯说话就可以把病毒传播到5至10公尺远的地方,在同一个房间的人几乎很难幸免。 另外,麻疹是传染性最强的人类病毒性传染病之一,据研究显示在施打疫苗时代之前,每一例感染病例能传播给周围的其他20个人。 病人出现什么样的症状要怀疑感染麻疹? 麻疹感染的临床进程分成三期,前夫期,前驱期,出诊期。 前夫期,未出诊前7至18天,此时病人已接触到麻疹病毒,但病毒尚未造成任何症状。 前驱期,未出诊前4天,此时开始有发高烧,结膜炎,Conjunctivitis,流鼻水,Kryza,咳嗽,Kov,科室斑点,Kopliksbox,发烧3至4天后口腔下旧尺对面内夹侧粘膜上出现白色斑点。 初诊期,科室斑点出现后,在过24至48小时后典型的斑秋诊出现于耳后,再扩散至整个脸面,然后在第二天至第三天会慢慢相下一致躯干和四肢,皮诊在3至4天的时间内会覆盖全身,并持续4至7天。 病人出诊时病情最严重,且发烧至最高温,皮诊出现3至4天后,热度与皮诊即开始消退,皮诊退了以后,会出现临界性脱皮及留下褐色沉住。 因此,若病人有以下症状,就要小心是否感染麻疹。 全身出诊时病,全身出诊持续3天以上。 发烧,耳温或刚温,38度。 至少具有咳嗽,流鼻水或睫膜炎,胃光,流泪水或眼睛发红,三种症状中的一种。 有药物可以治疗麻疹吗? 会不会有并发症及生命危险? 目前并无专门针对麻疹的治疗药物,临床上以症状治疗为主。 麻疹常见的并发症为中耳炎、肺炎及脑炎,好发在5岁以下小朋友。 肺炎发生率约5%,是小朋友感染麻疹死亡最常见的原因。 脑炎发生率约0.1%,会造成癫痫、耳聋或智力缺损等后遗症。 因而,营养不良,有免疫缺损或生活环境较差的儿童,大人得到麻疹时,病情较严重,致死率可达到5%至10%。 如何预防麻疹? 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方法为接种疫苗。 我国自1978年全面于出生满9个月,即15个月之幼儿各接种一剂麻疹疫苗。 于1992年起,改为满9个月接种一剂麻疹疫苗,满15个月接种一剂麻疹,三线炎,德国麻疹混合疫苗,MMR。 自2003年之后每年麻疹各案数均在10例以下,且幼儿MMR疫苗接种完成率亦维持在95%以上。 带有研究显示接种麻疹疫苗后,约10至15年后保护力可能开始下降。 因此在今年麻疹感染人数攀升之际,便有人开始担心自己是否仍具有麻疹抵抗力。 本国人1970年以前出生者几乎都已感染过麻疹,多数有抗体,不必再补打。 而1970年至1981年出生者,可能得过麻疹而有自然抗体,也可能儿时施打的疫苗,抗体已减弱,可以考虑抽血检验,如果没有抗体才需补打。 而1981年,韩,以后出生的七八年级生,大部分没得过麻疹,而且小时候打过的疫苗,保护力已在衰退,根据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接种组,ASSE,建议,若要前往麻疹流行地区,建议自费接种一剂疫苗。 如果工作性质会频繁接触外国人如免税店、空服员、机场工作人员及医护人员,属于感染高风险群,七八年级生建议自费接种一剂麻疹疫苗,或者先到诊所或医院检验是否已有抗体,比较安全。 另外要注意的是,因为麻疹疫苗属于活菌疫苗,正在使用免疫抑制剂,免疫力不全及孕妇不能施打麻疹疫苗。 麻疹是高度传染性的疾病,小朋友感染一流并发症,大人感染病情较严重。 但若能接种疫苗,便能有效避免麻疹的感染且能防止麻疹的传播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